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团黑漆漆的影子 那影子足有两个人团起来那么大 但是比较矮小 看样子并不是人 既然不是人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众人都是有经验的 知道危险要扼杀在未发之前 对待斗里面的东西 我们的原则 一向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当即不等完全看清楚 那玩意儿的长相 其余人就已经开枪了 那玩意儿身形较大 很便于瞄准 这几枪也全都打中了 那脚步声立刻停了下来 黑暗中那个数大的东西摇晃了一下 紧接着便往地上一倒 便无声无息了 众人稍等了一会儿 顾摸那东西应该是什么东西 八成已经中了枪死透了 便走过去瞧 这斗里怎么会有体性这么大的动物 总不至于是野猪吧 由于距离隔得并不远 因而我们几步便到了东西前了 凑近一看 众人煞事件大惊 因为这东西竟然是一只野猪一样大的传山甲 传山甲的壳一般都是灰黑色 但是眼前这只几乎可以说是巨型传山甲 甲壳赫然已经变成白色 也不知活了多少年的魂 直到我们凑近 他发现这传山甲其实是在装死 紧闭着眼睛 身体微微全躯 身上根本就没有弹孔 反而是有几道划痕 看样子应该是子弹留下的划痕 文敏吃惊地说 他的嗑好阴暗 这里怎么会有穿山甲呀 中公说 穿山甲这东西胆子很小 你看这老穿山甲的爪子 众人顺着他目光看过去 实际这老穿山甲 尖钩色的爪子在灯光下 没有一点瑕疵 仿佛从来没有使用过一样 反射着油光 像这样锋利的爪子 只要挥过来 绝对可以把人脑袋捅个对穿 但是 这老穿山甲却胆子小得很 根本就不反抗 只是装死 一时间 我们反倒觉得好笑了 这注意力一松 那老穿山甲似乎有所察觉 忽然睁开了眼 一对黑溜溜的眼珠子转了一圈 猛然翻身爬起来就跑 速度奇快 钻入了黑雾之中 我顺着他逃跑的方向一看 猛然发现在殉葬坑山壁处 原来还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洞口 而那穿山甲便一溜烟地 钻进那洞口中 没了踪影了 我们蹲到洞口处一看 只见里面黑悠悠的 而离得近了 之前消失的那哭声 便又响了起来 这时我们才发现 哭声是从洞后面传来的 文敏看了看这个洞的结构 吃惊地说 看样子 是穿山甲打出来的 他之所以这么惊讶 不是没有原因的 穿山甲名为穿山甲 实际上 他们只能打土洞 遇到一些小的石头拦路 懂得将石头运到洞外 事实上 他们是不可能将石头 给打穿的 而这个地方 结构复杂 山势交错 特别是我们现在 所在的这个殉葬坑里面 周围都是石壁 而这个老川山甲 却将石头 硬生生给打穿了 实在让人不得不惊讶 川瑞文言淡淡说 无老成精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估计这东西 是躲在这处 风水堡地间凶行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还是先离开这里 这个山洞 也不知通向何处 更何况 洞后面还有一片 男女不便的哭铃声 众人也不敢乱闯 害怕多生事端 便离开这个洞口 顺着殉葬坑 继续往前走 约摸三十步开外 众人觉得 有些不对头 按理说 这殉葬坑的长度 在三四十米左右 再加上我们之前 走过的一段距离 加起来也该走到头了 但一路前行 却始终看不到尽头 崖巴脚步一停 漆黑的目光 忽然看向右侧 也就是上方 那一个低垂的脸 直勾勾看着我们的粽子 之前我们还不觉得 这会儿一抬头 往来时方向一看 便见这一张张鬼脸 都是歪着的 如同一排人 斜着脸在看着我们 再加上周围阴残残一片 脚下白骨累累 那种感觉就别提了 我压低声音问 是不是鬼打枪 哑巴微微点头 似乎已经明白 眼下的情况了 民间破鬼打墙的方法很多 我们也不是第一次 遇到这种情况 倒不惊慌 见哑巴点头 雷子火爆的脾气 立刻上来 多儿脚在骂鬼 来骂了半声 上面的软粽子 一动不动 而我们眼前的情况 也没发生任何的变化 我觉得有些不对劲 鬼打墙这东西 破解起来容易 天一亮 见了阳光 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但这东西 如果是放在古墓里 那就很恐怖了 因为古墓里没有阳光 一旦被缠上 它就永远不会消失 可以将人活活地 困死在里面 因而 一旦被缠上 抖抖的都知道 遇上鬼打墙 不能将希望寄托在时间 只能自己去破解它 诸如骂鬼一类的东西 是没少学 但现在 雷子骂鬼的方法 是笑了 这时 哑巴冷冷地说 这里引起太重 没用的 闻民说 吴先生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哑巴侧头 看了看闻民一眼 微微点头 指了指左侧 众人顿时明白过来 它指的是 那个穿山甲 打出的洞口 那洞口也不知道 通向什么地方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就是肯定有出口 如果我们真破不了 这鬼打墙 就只能寄希望于 那个洞口了 否则 还真会被活活地困死 我心又不甘 那么多九死一生的 关头都过来了 难道 真的要在这 小小鬼打墙里 给阻断去路 哑巴不知道 怎么想的 神色平静 看不出 是不是心有不分 只是说完话 便当先朝 传山甲 那个洞口而去了 众人只能 跟了上去 再次回到 那个洞口时 那阵隐隐约约的 哭声 已经消失了 哑巴二话不说 当头便钻进洞里 我紧跟在他的身后 心中不满的同时 又担忧 豆腐那小子 现在的状况 他知道这里的构造 是利用什么方法 离开这鬼打墙 还是说 已经出了什么事情了 据说不同时间段 被困在鬼打墙中的人 是看不见对方的 或许 豆腐这会儿 也正被困在 某个地方 想到这儿 我爬行动作 不由得一顿 跟在后面的文敏 推了推我的脚 就问他 怎么了 前方的哑巴文言 也转过头 这次 我从他漆黑的目光中 明显看出了 询问的神情 阿正以为 我是有什么发现 我摇了摇头 说了一句没事 便继续跟着哑巴 往前爬 对于豆腐 也只能 先走一步 看一步了 然而 没爬多远 忽然之间 哑巴鼻子里 发出嗡的一声 声调上扬 似乎带着疑惑 整个人爬行动作 也停了下来 这会儿 我只能看到他的脚 也不清楚 哑巴究竟发现了什么 不得推了他两把 哑巴没有搭理我 这时 我看到哑巴将手 放到腰间 拔出了黑色的弯刀 开始在墙壁上 戳来戳去 似乎是在做什么记号 又似乎 是在挖掘什么东西 他这一停 整个队伍 也跟着停了下来 一时间 洞里只剩下 咔嚓咔嚓的 匕首挂在石壁上的声音 片刻之后 哑巴什么解释也没有 直说 继续前进 他的声音依旧很冷 但是不知道 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仿佛从他的声音中 听出了一丝 高兴的成分 高兴 这个词实在和哑巴不搭 在我印象中 哑巴整个就是一冰块脸 脸上写着 你们是蚂蚁 你们是渣子 你们都是垃圾 我是神 和你们在一起狠掉身份 他基本上没有高兴的时候 偶尔笑过两次 也都没什么好事 我几乎怀疑 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见哑巴继续前进 我连忙跟了上去 爬到他之前的位置时 我发现那一块的石壁 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凹槽 凹槽下还有碎石块 我立刻明白 哑巴刚才是在这个地方 挖了什么东西 他在挖什么呢 我盯着哑巴的脚 脑子里疑惑重重 整个队伍中 除了文敏和专锐他们 其余人都是各怀目的 我们只是一支 临时凑起来的队伍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分道扬镳了 哑巴刚才挖下来的东西 显然是不想被我们知道 这种感觉让人有些焦躁 我本想将他祖宗十八代 问候一遍 但转念一想 这人虽然不是陈慈 但是和我们陈家 应该也脱不了干系 这时候问候他祖宗 不等于骂了自己祖宗吗 就在我心中暗自恼火之时 便听前方哑巴说了一声 到了 他双脚往前一缩 整个人直接滚了出去 您刚才听到的是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